奉献爱心也兼具人文 马来西亚慈禧志工在彭亨州水患灾区 举办了五场的祝福金发放 用尽心思融入了人文礼仪 他们以亲切随和的言行举止 接待前来领取祝福金的受灾户 让现场的气氛贴心感人 一句早安 一个鞠躬 无论重复多少次 发自内心不变 这种是马来人的风俗 这种活到手之后 发现心里的时候 我们很感恩 尊敬他 一个手势 一个微笑 无论引导多少趟 耐心不变 我们第一项事情 我们想要考量的就是宗教 第二样考量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尽缘 那我们希望是说 他们备受尊重 不会说我们是施舍这样的意思 我们给他好像一个恩博 我们尊重啦 以同理心来尊重他们啦 无论场地是大还是小 关怀和体贴不变 当他们一进到礼堂的时候呢 男众就要在右边 女众就要在左边 也给他们一个非常尊重 他们的文化 无论发放多少次 弯腰和笑容不变 对于行动不变的乡亲 志工们就走到他们面前 单膝跪地 让乡亲们落下了感动的泪 感恩尊重爱 这股无形的力量 陪伴住在乡亲 从悲伤中走出来 大新闻 贾少爷林彦君张志亮 马来西亚报道